大家好,欢迎收看生活小猫少安姐 现在我们出门都会佩戴一次性口罩 但是以下的两种口罩大家一定不能戴 那是为什么呢?赶紧跟视频起来了解一下吧 第一就是棉质口罩和自制口罩 棉质口罩它的保暖效果是非常好的 但是抵抗其他污染的效果却很一般 那抗病毒的效果也是比较差 因为棉质的口罩由于空隙是比较大的 因此它比较适合打扫尾声 防止吸入灰尘 但是对于颗粒细小的病毒过滤效果就差一些了 另外就是我刚才说的自制口罩 小编不建议大家佩戴这个自制口罩 因为大多数都是不合格的 所以在这个特殊时期就不建议大家戴这种口罩 第二就是不正规假冒的口罩 近期市场出现了不少假冒伪劣的一次性口罩 像这种不正规的口罩呢 我们该如何的辨别 首先可以看口罩一般都分为三层 如果你买的口罩里面是两层的 那这种一定是假的 另外我们可以用使用过的口罩来再测试一下 就是看它的防水效果 我们准备一点水倒在口罩上面 正规合格的口罩几乎是不渗水的 如果你倒这个水在口罩上面立马渗水特别严重 那对比之下呢 这种口罩防护效果就是很差的 也不建议大家佩戴哦 最后就是最直接的查口罩真伪方法 就是看它的包装 首先我们观察 医用口罩外包装的生产日期是否在保质期内 另外最直接的方法就是查询外包装的产品注册号 我们可以先登录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的网址 然后再点击医疗器械查询 再选择国家器械还是进口器械 输入外包装这个注册证编号 输入正确后呢 即可查询对应的商品 如果显示的字样不含应用外科 则不是真正的应用外科口罩了 那这种不正规口罩 大家一定不能戴 好了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 通过以上的讲解 大家知道是拿两张口罩不能戴了吧 看完视频赶紧分享给朋友和家人吧 让更多人知道 我们下期再见